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一個法很快的修行 它能夠讓眾生很快的成就佛道 那菩薩該如何來修這個法 在第七頁這邊講到 應當觀察一切諸法 自本來經性向空極等等等等 那這樣子的象狀就像是虛空一樣 虛空從來就沒有變過 當然沒有小也沒有神也沒有面 那這樣子常常去關待 我們生活當中所遭遇到的種種境界 常常去學習著 這樣子就是去修行 無量意的道理 那我們看到在看下一頁第八頁 而諸眾生虛妄痕跡 是此事彼是得事師 其不善念造重惡業 輪回六趣被諸苦毒 無量意劫不能自出 相對於菩薩而言 我們的心就不像虛空一樣從來不動 而是怎麼樣 看到一切的境界就起是非分別 那有了是非分別之後 我們就會去貪婪愛酌 去起稱心 種種的貪嗔痴煩惱 就會不斷地產生 所以才會在六道當中 不斷地生死亂回 換言之眾生的心就是因為有量 有侷限 那我們通常所侷限的就是我質的範圍之處 就是我們一切的煩惱 當然都是從我質而來的 心量就侷限在我質裡頭 所以沒有辦法震到無量 沒有辦法體會到無量 所以沒有辦法成就佛道 那後面接著講到 菩薩摩摩薩如釋地關 因為看到眾生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身典禮心發大慈悲 將欲救保 要來救共眾生啊 那怎麼來救 這個師父之前也有講到一段話 本來無一物何處得成來 本來無一物何處得成來 這個就是在學習無量力 沒有這些東西啊 所謂的 它傷害我 它讓我不高興 我當下很難受 我當下沒有辦法 跳脫出這樣子的境界範圍 可是懂得佛法的道理的人 就知道這一切都是因果啊 好 那即便這一切是因果 這樣就夠了嗎 這樣還不夠 我們再從如來上的角度來看 這些法有沒有申請過 沒有啊 這些法其實從頭到尾都是我自己在寫一個劇本 然後我在裡面演著戲 我自己跳脫不出來 我們會覺得沒有啊 師父沒有啊 如果真的這樣子的話 我何必要寫這樣子的劇本讓我過在裡頭呢 很抱歉喔 我們的心早就已經陷入在裡頭 早就已經忘記了 這是我們所寫的戲 早就已經無法自拔了 早就已經忘了我是誰 所以這個就是眾生煩惱之處 可憐之處啊 所以菩薩才要來告訴我們 這樣子的道理啊 才要來教導我們無量的道理啊 不只是他自己有正道無量的道理 他也要來教我們 所以下面講到 菩薩他如何去教導 或者是說他如何去發現無量的道理呢 菩薩佑父深入一切諸法 法向如是生如是法 法向如是住如是法 法向如是意如是法 法向如是滅如是法 這個意思是說呢 所有的法向 這個法向我們可以犯指 就是所有的境界好了 所有的境界呢 總不出這四項輪迴喔 特別就是在講 他就是輪迴 什麼樣的輪迴 就是身處意滅 滅了之後就沒有了嗎 不是喔 他又繼續 身處意滅 這個就是眾生境界 我今天快樂 可是我的快樂呢 是身處意滅 我今天悲傷 不是我的悲傷 也是身處意滅 我這一期的生命過得很好 它還是身處意滅 那我下一期的生命過得不好 它也是身處意滅 所以到頭來這一切 身處意滅的法向的本質是什麼 空 這個就是要我們該體會到的一個道理喔 所以空性的智慧很好用 當我們遇到煩惱的時候 當我們遇到痛苦的時候 把空性的智慧拿出來用 可是我們通常沒有功夫 把這個空性的智慧拿出來用 為什麼 很少去思慧它 因為通常我們遇到境界的時候 根本不會來思慧空 只會沉溺在那個境界的痛苦的伴酬當中 痛苦的感受 又或者當我快樂的時候 我更不會拿空拿出來想 我只會很貪心貪灼的 沉溺在那個快樂的境界當中 而從來不會去思慧空 所以一旦當我們遇到痛苦 師父教導你用空性的道理去觀戴的話 你當然沒有功夫啊 對吧 所以道理不是說我懂我就能夠做到 當然不是師父這樣講就好像師父很會空 師父也沒辦法空 可是這個就是我們必須要認清楚的一個事實的道理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旦我們學習到空 我們就能夠跟無量益相應耶 我們跟無量益相應的話 佛陀為我們做證明 可以很快成就活到 但偏偏我們很少如是做 然後如是去觀察著 那再往下面 一切的把的這個這個四象融迴 通通都伸出一面 所以菩薩如是觀察四象時末都很清楚 用父帝觀一切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命 就是一切法都在不斷的變化 都在深諸一面 不曾停止過 所以如是觀禮 而入眾生諸根性欲 所以菩薩就很清楚眾生的一切煩惱心 跟一切妄想心 也走不出什麼 深諸一面 菩薩每一個都很清楚 那既然菩薩很清楚的話 他就能夠徹底的幫我們解決每一項煩惱 換言之啊 如果我們自己啊 我們自己能夠很清楚的 我們的每一項煩惱 也不出這四項輪迴的話 我們也可以很好地解決它 但偏偏不行 我們都會著作於煩惱的生情 而不讓它改變 也不讓它消散 這是台復興啊 煩惱的意思 快樂的境界也是如此 貪啊 所以包補當中的 愛別禮啊 求不得啊 就是因為我貪除我不要它變啊 我不要它意啊 但我們忘失了喔 一切境界 永遠都會是深處一面 我們看不到這一點睡痛苦 所以我們的心是有量多 好 這個就是在講無量意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小段 這邊講到一個重點 無量意者啊 從一法生 這真正的無量的道理呢 他從一個道理來生出來 這個道理是什麼 這一法是什麼 這一法呢 就是無相 無相是什麼 無相就是實相的道理 就是我們眾生的這一面清淨心啊 這一面清淨心你找得到嗎 你抓得到嗎 你看得到嗎 你通通都抓不到 看不到 找不到 因為它是個無相 可是無相就沒了嗎 不是 後面還繼續講到 這個清淨心呢 不只是無相 無相 無相 中間少一個兒字 然後 無相而無無相 這才是真正的清淨心 才是清淨的佛性 清淨心你找不到 但是呢 它又可以成就一切 所以叫 無相 無相 這個無相 無相 中間少一個字 無相 同時 同時他無不相 同時他無不相 這個字清淨心 後面又進去無相 他 雖然他是無相 好像他什麼都不是 不對不對 這個不相 指的是無不相 才對 它又少了一個字 這裡八個字 有講 無相不相 然後 不相不相 他的字串呢 有點簡略 應該講 講到的是 無相 而 無不相 然後 無不相 而 無相 這樣子去理解 才 這樣子去看待這一句 會比較完整 我們的清淨心呢 你說什麼 它也都不是 但是呢 它卻又可以成就一切 那當我們的清淨心 成就一切的時候 反觀回來看 其實它什麼 也都不是 這個才叫做真正的 實相 聽得懂嗎 運用在生活當中 無相 我們先學習無相 無相的道理 就是 就是我現在很痛苦 那我用無相的角度去看待它 沒有啊 這個痛苦的根源是什麼 人家罵我一句 可是那個是早上的事情 早就過去了 所以它就無相的 我不需要再去制作它 無相的 就是用空的智慧 可以這麼講 那什麼是無相呢 空千萬不要落入到一種 就是什麼都不想做的狀態 那就危險了 那個叫偏空 然後 既然 我不喜歡人家罵我 我的嘴 人家用嘴來罵我 那當我關待這個境界的時候 我學習用無相的角度來看它 看它 可是我也有嘴啊 那我的嘴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可以做有為的去讚嘆別人 去幫助別人 這個就叫做無相 同樣是嘴巴 同樣是音聲 同樣是耳根 就有無相跟無無相的運用之處 那久而久之 這是一個延伸的這種學習的方式 無相和無相 無無相和無相 這個就是無量力的道理 好 接著我們往下看 直接看到下一頁 下一頁呢 這個是接下來大莊言菩薩 他又代替眾生來提出一個問題 在中間的部分 他的文句是在這裡 耳時 師父慢慢念你們慢慢找 耳時 大莊言菩薩 腹白佛言 世尊 世尊說法不可思議 有沒有找到 有 世尊說法不可思議 然後呢 眾生根性 意不可思議 法能解脫意 不可思議 意思就是 佛同你說的法 好多好多 好殊勝 那你對之眾生的煩惱 因為眾生的煩惱 很多很多 所以呢 對之眾生煩惱的法門 也很多很多 不可思議 那我等於佛所說諸法 無負疑惑 我們都是正道法生菩薩 所以佛同你前面講到的 無量力的道理 我們都很清楚啊 這個所謂的無量寵依法生 這依法就是無相 對不對 所以我們關帶一些 境界象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用 空性的智慧來關帶 不只我用空性的智慧 我不會偏到空的那一邊去 我還是能夠發起無上的願心 去廣度眾生 那廣度眾生的同時 我又能夠回到空性的智慧來關帶 我的心是不痛不癢的 從來應該講 如都不動才對的 所以 我們對佛所說的話 是無負疑惑的 可是眾生不一樣 眾生會有什麼樣的煩惱呢 他說 他說 而諸眾生 深迷惑心 故從自問 他代替眾生來請教 說佛陀啊 自從如來得道以來 已經四十多年了 常為眾生演說諸法 四項之意 四項就是前面的深處一面 常常都在講這個道理 所以 講到深處一面 因為他的 他的 他的結論 其實就是在講空性的道理 那不只講四項之意 也常常講 苦 空 無常 無我的道理 也都常常在講 乃至於也在講 無大無小 無生無滅 這個就是在教導眾生 放下一切虛妄 分別的這種妄想心 這都是佛陀 四十多年來的說法 通通都在 都在講這些道理 一切無相 一切都是空性的 法性 法相 本來空極 不來不去 不出不末 這是佛陀 一直所講到的道理 從頭到尾講了四十多年 那在文法 在說法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有的人聽聞 聽到這個道理 正道什麼 虛陀華 正道南典人 世依依法 然後正道 出國俄國 來至於阿羅漢 辟師佛道 還有的是法 菩提心 從出地的 正道出地的菩薩 來至於正道的 十地的菩薩 那接著 這個大專念菩薩 他要來問這個問題 他說 往日所說諸法之意 過去佛陀 你四十年說的這些法 跟你現在所講到的 這個無上聖聖的大乘 無量意的道理 菩薩修行必得即成 無上苦提 世事與何 指的就是 佛道你講到四十多年的 這些法跟你現在講的 無量意 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一樣 或者是有什麼不一樣之處 請佛陀 你來為我們好好的分辨一下 為什麼他要這樣問 很簡單 因為過去大家都是跟隨著佛陀的道理學習 這個一切法都是深住一面 那一切法都是苦空無常如我 所以呢 我們依著佛陀所講到的道理 我們甚至於可以解脫生死人為 可是現在佛陀 您說了這個無量意的道理 教導我們可以很快的成就 阿尼奧多羅三秒三五第 那這個無量意的法 跟過去所說的法 有沒有不一樣 答案是什麼 答案應該是什麼 如果佛陀要直接來回答這個道理的話 請問佛陀 您四十多年來說的法 跟現在講到的無量意的法 一不一樣 如果佛陀要直接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你們覺得佛陀會說 一樣還是不一樣 一樣 這四十年來所說的法 跟我現在講到的無量意的法 是一樣的 為什麼一樣呢 我們直接往下看 再到下一頁 再到下一頁 一樣是這個中間上面的部分 那師父慢慢念 你們慢慢找一下文具 善男子自我道場菩提樹下端坐六年 就是佛陀在菩提樹下修行 然後得成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成就佛陀了 以佛眼觀一切諸法 不可宣說 用我的智慧來觀察 我要說佛法呢 不應該來說了 為什麼呢 因為要說也說不完 再者眾生要聽也聽不懂 那乾脆不要說 可是我們都知道 後來大半天王的七起佛陀還是說法 所以佛陀的說法 接著佛陀用什麼樣的方式說法呢 後面講到 以諸眾生性欲不同 性欲不同種種說法 種種說法以方便利 事實於年未曾顯實 就是佛陀依著眾生的根器 來為眾生說法 但是呢在這說法的四十多年當中呢 他並沒有講到一個真正的重點 那個重點就叫做顯實 什麼叫顯實 就是把過去所說的法 做一個真正的最重要的結論 佛陀並沒有把那個最重要的結論給講出來 所以這邊講到未曾顯實 法華經裡面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佛陀過去所說的法都叫方便 然後現在講法華經叫做真正的究竟的法文 叫做法華經 所以過去叫開拳 現在叫顯實 那在這一部分 佛陀也同樣講到這個道理 他講到說我過去講到是方便 但是我沒有從這方面當中顯實出來 沒有把這個實法實相的道理給顯出來 但是這裡我們要知道一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這個實法在哪裡呢 這個實法就在過去的方便法裡面 佛陀的開拳顯示 並不是把過去的方便給拋棄掉 重新講一個實相的道理 不是的 而是真正的開拳顯示是說 我過去雖然講的是方便 是依著你們眾生種種的根起而出 但是我每說的一句每一部經 我每說的一段法 其實裡面所含藏的 都是無上涅槃的大道理 這個叫開拳顯示 那接著佛陀做一個譬如 佛陀講到說 善男子 法呢就像是水一樣 水可以用來幹嘛洗東西對不對 但是呢水在不同的位置 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比方講在井裡面 在池裡面 在江 在河 在大海裡面 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比如說井水 江水 河水 或者是大海的水 對眾生來講 就有這些種種的分別 可是佛陀講到說 可是說到底水就是水 水就是水啊 水性是一啊 雖然我們給它的名稱不同 但是水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來洗東西啊 那同樣的佛陀說法 啟法信者亦復如是啊 佛陀所說的法也是一樣啊 法就是法 就是用來洗除眾生的繁忙 構成 然後讓眾生最後成就佛道等 所以雖然喔 對反目眾生來講 對我們眾生來講 這個法有分三法 有四果 有二道 種種不同 但是就像是水一樣 水就是用來洗東西的 不管它是井水 河水 江水 海水 它就是用來洗東西的 那佛陀說的法也一樣 不管它是二秤法 三秤法 是四果二道 等等等等 其實這一切的法 到下一頁 通通都是要洗出眾生的煩惱的 好 這是我們今天信法的講義第十一頁 好 這些種種的法呢 都是能洗出眾生的煩惱的 它的本質法就是法 沒有分別 可是呢 但是 而初非中 而中非後 初中後說 文詞雖一 而意非意 但是對凡夫眾生來講 佛陀最初說的法 跟中間說的法 跟後面說的法 對眾生來講 會認為是不一樣的 雖然佛陀用字淺詞上呢 用的字詞 可能是一樣的 但是對眾生的定義來講 卻是不一樣 而意非 而意各意 指的是定義的意思 那佛陀接著講 善然指 佛起素亡 這個素亡就是菩提素 佛陀在菩提素下呢 成就之後呢 然後到了波羅那爾 入眼園中 然後為誰說法 為喬成如等吳比丘 來初傳法輪嘛 對不對 那最初傳的法輪是什麼 四聖地的法輪 那四聖地的 佛陀在初傳四地法輪的時候 說什麼呢 說諸法本來空極 代謝不住 滅滅生滅 這個是在講四地法 就已經講到的 講苦極滅道 我們眾生為什麼會苦 因為有吉嘛 那吉是什麼 我職 我職所生起的從種繁忙 造業嘛 對不對 造業而來的 那業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造作而來的 所以造業跟承受果報 它的本質就是什麼 因果的道理啊 有因有果啊 可是佛陀在講四地的時候 就有講到一個道理 那你如果今天沒有造這個因的話 你會不會有這個果呢 會不會有 不會啊 你沒有造這個因 當然就不會承受這個苦果啊 所以諸法本來就是空極的啊 你不許 你沒有造作 你也不會得到這樣子的果報 好 即便你得到果報 這個果報會永遠存在嗎 也不會啊 所以這些果報也是怎麼樣 代謝不住啊 四向前面 四向融合 深住一面 所以你不要再去執著這些境界像 不要再因境界像 而讓自己生起種種的妄想心 然後呢 讓自己的生口意 隨著自己的妄想心去起造作啊 不要做這些事情 不要做這些事情之後 你就能夠解惑生死輪迴 這個是在講四地的時候呢 佛陀也講諸法本來空極 代謝不住的 好再往下 中間於此即以處處為諸比丘 並眾菩薩 遍眼圈說十二因緣六婆羅蜜 不只講四地 佛陀說法也講十二因緣 講六婆羅蜜 然後呢 這些法當中佛陀也說 諸法本來空極 代謝不住 念念生命 不止不止 所以佛陀從講四地十二因緣六婆羅蜜 到現在講無量力經 通通都是在講一個道理 指的是什麼 空性的智慧 可是空性的智慧 文字是一樣的 可是小乘的 小乘的聖人 二乘的聖人 他聽空性 他都會聽到什麼 煩惱 造成我們的生死輪迴 就是因為我執煩惱 所以我就要用空性的智慧 把我執煩惱給滅掉 我沒有了這些我執煩惱之後 我就可以解脫生死輪迴 這個是二乘果報 二乘的聖人 他們在運用空性的道理 他們所聽到的是這個道理 可是大聖菩薩不是 大聖菩薩在聽到空性的時候 他想到的事情是什麼 OK 對 造成我們生死輪迴的這個煩惱 根本煩惱就是我執 所以我很痛苦 然後我自己學習 用空性的智慧 來對峙這樣子的痛苦 好 但是呢 我看到其他眾生 也同樣痛苦 所以我要教導眾生 也來學習空性的智慧 但是眾生怎麼樣 難調難苦 很難度啊 我剛才講一句 可能他還頂我十句 甚至一樣打我 甩個幾個巴掌 或者是把我丟死後等等等等的 像很多外道 不是要表 其他宗教的看到我們佛教 會把我們當成魔鬼一樣看待啊 那菩薩這時候呢 他真正的空性是運用在這個時候 他不在乎眾生給他的境界 為什麼 這境界是虛妄的 這境界是空性的 所以眾生傷害我 眾生怒罵我 我的心如露不動 因為我懂得 什麼 諸法本來空性 然後呢 代謝不住 念念生命 這是菩薩用空性用的地方 所以同樣是在講 諸法本來空性 代謝不住 念念生命 二乘聖人 跟菩薩說 那種運用的方向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不是佛陀說法有分別 而是眾生自己的根氣 所造成造就的 乃至於現在 佛陀最後講到的 無量力經 講到的也是空性 可是這個空性呢 就跟前面的 二乘跟菩薩的用法 又不一樣了 這真正的無量力的空性呢 他所指的就是 其實 從來也沒有眾生 從來也沒有生死人鬼 從來也沒有一個 我度眾生 然後眾生給我進界 從來通通都沒有這些事情 通通 本來就是我的本性 本如來賬 妙真如性的那個清淨仿真 光明片照 本來如一物 那才是真正的佛性 那才是真正的空性 所以四地十二音源六度 菩薩 菩薩的乘 拿去無量力經 通通都講空性 但是 用法 跟深度 所切入的角度 卻完全不一樣 那為何不一樣 眾生的根氣不同 這個是這段說 主要講到的文句 好 再往下看 佛偶結者說 善然之 事故初說 眾說 經說 文詞是 以而異 可以 這個異語 應該可以翻譯 直接講的就是定義 被凡夫所定義的都不一樣 那凡夫所定義的不一樣 所以眾生異解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釋 去理解他 那理解的不一樣 所以得法 得果 得道 也會不一樣 所以 佛聖聖的正阿羅漢屁之國 大乘正佛 但是真正的 無上乘的根氣的人 直接成就佛道 光靠一個空性 那不同根氣的人 真的就是不一樣的佛道 那不是佛德的問題 佛道接著舉例子 再繼續往下看 佛道講到說 善然之 當我最初說 四聖地的時候 會求生文人 就是為了要 這個這個 為了 生文人就是認為 生死煩惱是真實的 所以要解救生死煩惱 這個叫生文人 生文 根氣的人 那佛頭為他們說 四聖地 可是當時呢 有八億諸天的天子 天人來下聽法 他們聽了四聖地的道理 卻能夠發無上菩提心 從苦極滅道當中 他可以悟道眾生 本居有的佛性 他可以悟道 我可以成佛 眾生也可以成佛的道理 四聖地 再來 終於處處演說聲聲十二英元 為誰 為僻之佛來說十二英元 同樣的 也能夠有無量的重稱 因為聽到十二英元的道理 能夠發到菩提心 所以我們不要認為說 聽四聖地 四聖地法就是小乘法 十二英元就是僻之佛乘 不是喔 不是這樣子分的 那佛頭再講一個道理 我都說 後來啊 我說法講得更寬廣 因為眾生的這個智慧 喔